12月1日 5月1日 5月1日 今天是星期六 泰瑚國小內 正在舉辦一個月一次的部落市集 市集內販售的商品 都是來自部落的純手工藝品 這個手創市集叫做 大五山手創市集 那其實一開始就是在 因為八方風災過後 那太武村 千村到新的部落 那太武國小就到嘉興村 那時候那邊是我們的中基校區 那中基校區那個地方是一個 嘉興部落是一個在文化方面 是非常涵養非常深的一個部落 不管是它的歌謠 不管是它的文首 不管是它的木雕 藝術是非常非常的精湛 那我們就在想說那個地方 應該是很適合來發展藝術一些活動 其實因為我以前在台東讀書 那其實在台東也看到很多很多藝術的朋友 然後在像都蘭啊 像鐵花村啊 然後我就覺得說 有一群人應該可以去慢慢的影響部落 然後透過一些人 讓部落的力量重新被找回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找了一些朋友 那時候一開始的首相設計的朋友 就是像智杰是玩音樂的 然後卡邦老師是他 嘉興村的嘉興村部落在地的藝術家 那就還有我 還有在其他有玩編織的一些老師 那其實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先 我們應該是可以做 讓別人看見我們文化力量的一個部分 那一開始我們就 為什麼會講首創世集是 我們這些藝術家進駐到這個地方是 只能是自己手工創作的 你不能是批貨來的 大武山首創世集 原本在鄰近的嘉興部落舉辦 由於嘉興部落的工藝師比較多 因此攤位最多時有20攤啊 如今學校遷到泰武部落的新校區 由於校區是新的 部落也是新的 遷到泰武國小舉辦的大武山首創世集 也等於是新創的 所以大家仍在適應中啊 攤位不多 手工一品也不多 但是來到這座新蓋的泰武國小 卻也讓人不虛此行 因為國小的空間設計上 融入了很多排灣組的文化元素 讓我們可以欣賞到 建築師的創意與用心哦 我們學校這個空間就是 一開始我們從山上搬下來的時候 我們跟建築師開過了幾次會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 他們就會問我們說 你們想要帶什麼下去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當然最想的就是 把北大火山跟南大火山帶下去 然後他就問我們說 還希望帶什麼 我們也帶希望把我們的文化的 太陽、百步蛇跟桃湖帶下來 也希望能夠把山上的空間 是一個非常開放空間 然後跟山彼此能夠貼近的一個空間 帶下來 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概念 跟建築師就是溝通 結果他設計出來的時候 第一次我們看到 哇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 他居然真的把北大火山跟南大火山建立起來 就像我們後面的這個小山 後面我們也有一座山 那他除了 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景觀造景 那後面的他有反北風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一個小山區 我們用那個梯田的方式來做的話 我們也可以幫助是一般我們活動的看台 那我們學校這個空間 這個桃湖廣場呢 我們就是一個孕育的地方 然後我們的教室是一個很彎曲的 就是一個百步蛇 然後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來設計學校 然後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學校沒有圍牆 因為我們希望學校跟部落 是能夠是在一起的 沒有拔分 沒有分得很開的